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瑞茨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张之豪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关系张之豪 之豪好 要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室内儿童游戏场 到底没有小朋友的家长 能不能为孩子们来发声呢 一块来看看 我跟你说差在哪里 亲子管有中央补助 室内儿童游乐园没用 也就是说 你要做你的室内儿童乐园 你要花的是市府的钱 我刚好说了我们经济最后一名 然后大家对于托育的政策 感受也非常差 那你想做的室内儿童游乐园 又没有补助的情况下 你还要编列那么多营运的预算 请问一下钱在哪里 这你不是最喜欢委外了吗 你不是最喜欢招商了吗 你为什么不招商 你为什么不委外 你干脆引进迪士尼 环球影城 这不是更开心 我真的觉得我支持你 这才是真正的游乐园 你在自己一区做的游乐园 跟亲子管的本质是一模一样 玩起来是不太一样 你有孩子你就会知道 我们看到这一段影片 我们现场的瑞慈艺作 其实有很多 后来要说我们先赶快把时间交给瑞慈 我想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女生 她也是属于一个未婚的一个状态 我们平均44岁以下的女性 未婚率是高达52% 那即便是在婚姻中 其实不运证的一个盛行率 也高达了15% 所以有没有孩子这件事情 有时候不见得是自己有办法做决定的 那难道没有小朋友 就没有办法关心孩童吗 市长说出这句话 您有孩子您就知道 他没有办法正面去回答 我对于室内儿童乐园跟亲子馆的一个差异性 他到底为什么要再额外的去 在我们基隆市财政财源经济面向 各方面都是非六都城市当中的最后一名的同时 去再做这个完全没有中央补助 且我们一区已经都有的亲子馆 再额外去做一个室内游乐园 当然我不是反对室内儿童游乐园的一个设置 而是我在关心 那他有没有想过 他设置这室内儿童游乐园 他的差异性在哪里 他有没有想过 在这七区的亲子馆 他是不是可以做设施设备上的一个调整 更新 甚至活动上的一个推广 这七区的亲子馆其实缺乏了宣传 大多有的就是他针对室内儿童乐园的一个宣传 但是这些费用其实花的全部都是市府 不管是设备还是营运 都是要在额外在编列预算的 但是亲子馆已经设立好的在七区都有的 他用的是中央的一个补助 所以针对裁员市议员在监督的同时 市长他竟然发出了你有孩子您就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歧视女性的一个言论 最伤害的事情是他完全不觉得 还发动网军攻击我 认为我其实才反而是利用女性这样的一个议题来炒作 我何必炒作 我问的问题其实就是 你告诉我你编列的预算是差在哪里 但是你却针对我的私领域 我有没有小朋友不是在议会殿堂需要讨论的问题 再来有没有小朋友我一样可以关心孩童 我一样可以关心托育 关心小朋友的权利 这不应该拿来在议会殿堂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 我非常的谴责 也希望他能够注意 针对女性 他是要最起码的尊重 是就是要尊重 而且瑞茨也在帮我们的市民审核包 帮我们把关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看 也是一样我们的儿童室内儿童热源 一块来看看我们之豪在议会上提出的诉求 已经为人负的金融市议员张正豪 特别关心儿童相关福利 除了呼吁金融市政府在清除厕所 增设安全座椅 张正豪也建议目前开放六岁以下 使用的各区儿童乐园 应该做更细致的分离 以免大小孩混零使用发生意外 市长128公分这个作为一个分类 这表示128公分以下小朋友 从六七十公分到一百公分到一百二十八公分 那都是都在这个游乐园里面玩 其实这是一种混零的游乐方式 混零游乐方式有点危险 因为你可以有一个接近六岁的小朋友 跟一个不到两岁不到一岁的小朋友 在那边玩 所以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要再给你多一个建议 我希望你的室内有童乐园的规划 能够再做一些更细腻的分离 让小幼童 比如说呢 比方说比如说 零到六岁嘛 你可以把三跟六再分开 有一个更幼稳的游乐的游乐的区域 这就是要保护我们小朋友的安全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志豪 好 那其实回顾到刚才那个谢市长 他不当的发言 不尊重他人的这件事情 我做一个比喻 如果今天市府要用市府的公款 去买每一个全基隆市每一个市的市民 都买一支书子给你 那如果有一个秃头的议员去问市长说 请问一下这个书子 你是打算怎么样去采购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材质 这书子适不适合我们基隆的市民使用 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不良的物质在上面之类的 他如果去问这个事情 结果市长如果回说 我跟你讲 你要是有头发 你就会了解这个书子多好用 你听得出这个东西荒谬吗 我们不管我们有头发没有头发 如果我们要问我们作为议员 我们要关心公堂怎么花 书子的材质 他对我们需要使用到会使用到的市民 他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在公共的事务上面 应该要有的空间可以去讨论 结果市长并不仅不正面回答这样子的问题 他还直接把它变回到个人上面去说 你没有头发所以你不知道书子的重要 说真的我有头发我也没有在用书子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公共的讨论就应该是针对公事来公办 就事论事来谈 如果说你突然你没有办法回答 然后你就把它转到一个个人的攻击上面去 我觉得市长在这个事情上 确实他就是有要道歉的必要 因为他确实失言了 而这样子的失言 如果你当下可以道歉 自然后面其他也没有话讲 但是你偏偏不只不针对这个事情道歉 你还要硬要再把它做另外一个称制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市长 其实对市长来说 其实它不是一件很好的这样子的公关处理方式 那在这边我也顺便再建议是市长 其实处理这种失言最重要最直接的 就是好好的针对自己的失言道歉 我相信市民大家也不是一定会针对这种事情 一定要硬摇着你不放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有这样好的态度 对我们未来市政的推动 对我们未来议事的推动 我相信也都会比较顺畅 那这个放开来说 我们再继续讲说 有关于儿童邮据 是不是应该要混零或是应该分零 说真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我们在看 但不论是我们现在市政府的这个儿童室内乐园 或者是我们在看平常外面这种一般的卖场里面的这种儿童的这种游乐设施 其实你都会发现到说如果是混零的话 其实比较幼童的比方说两三岁的这种小朋友的家长 其实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担心 因为确实 比较大的小朋友跟比较小的小朋友 他们的活动力 他们会关心到的 他们有办法注意到的 其实都不太一样 越幼灵的小朋友 其实他跟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然后也许尤其是小朋友 他也比较不知道要收敛自己的力量 有的时候滑溜滑梯很用力的冲下来 其他追求这个刺激觉得好玩 但是殊不知可能在底下还有一个 或是有几个这种比较幼灵的小朋友 他可能还来不及闪躲 他可能就撞到了 那这种事情其实在这种游乐园里面其实是容易会发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混零跟分零 确实是一个安全上面分类 其实蛮必要的一个措施 那另一方面呢 我自己也看了我们现在基隆市市长想要推的 所谓的室内儿童乐园 我们就根据已经有的 跟这个现在已经有从亲子管 甚至从亲子管转换成为儿童乐园的设施 就以这个七堵跟信义为例 那我就特别就去看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七堵的这个算是 基本上都还算是OK 也都算是及格 该有的东西都有 那安乐也差不多是这样 不过信义就有趣了 信义作为一个 这个市长也想要把它当做是一个标杆型的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他确实在亲子的厕所的措施上 我就觉得稍微劝缺了一些 比方说这个亲子的这个安全座椅 在七堵跟安乐都有 但信义就没有 那这个其实是很基本的室内安全座椅 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亲子设施 任何一般的这种 一般的卖场商场 如果有这种儿童的楼层的话 多半都会有这样子的设施 那我们基隆市如果是要超越它这些其他的商场 我们要在自己的公共的设施里面做 那既然是这样 那确实这些东西就是未来 其他的这些要做室内儿童乐园的地方 也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儿童的一些厕所亲子的一些设施 他必须也要完善 因为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去这个地方玩 不是只是玩而已 小朋友还有很多这个生理上那边的需求 不论是要喝奶奶或者是要上洗手间 这些东西都会对父母来说 是直接检视一个所谓的亲子设施 到底健不健全的关键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是要希望说 未来如果有要做这些室内亲子的设施 OK 要做这些室内儿童乐园也OK 但是这些基本的设施必须要有 再来 就算是你这些设施之外 你还有一些电动的机具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市政府提出来的这些方案里面 其实每一区都有一些非常 已经超越一般的室内的游戏空间的这种电动机具 他们规划要有旋转木马的 也有规划要有小火车的 这些东西有油压 有电动 有各式各样的这一种 蛮危险的这一些机制 这个机械在那边 所以说你一定要必须还要配置有人 在现场看顾这些机械的运作是不是安全 就算我们在一般这种夜市市集 有这种游戏的话 老板也是随时随地都在看着 每一个环节会不会完善安全 为什么 因为他是靠那个吃饭的 所以他当然是要确保一切是安全 要不然不会有家长想要让小孩子去玩 那如果你作为市长 你现在想要自己来用公共的空间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一样你要做出这个安全 无虞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定 否则我们家长也会不敢把小孩子送去 你有一个小火车在那边一直转 一直在那边跑 又要吃电 也许可能还要燃油 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运作 但是有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你需要有更多的营运的成本下去 最后如果这个营运成本下去 到底他是不是符合 适合我们金融市政府 可以长久的营运下去的东西 老实说我们现在还看不太出来 谢市长希望能够打造出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 你如果要做这个东西做下去 我们当然希望是长长久久的 不是只是说谢市长四年结束之后 如果以后是不如是市长来 这个东西终终又不见了 那我们这些钱全部又都白花了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更希望说 我们做什么样子的政策建设 我们都希望它是能够有延续性的 它是有长久性的 而且在市府正式的编制里面 可以有效的去管理跟营运 所以说我以上这三点 希望能够提点给我们金融市政府 能够了解 也能够在未来这些 这个要做更多的这些儿童的 相关的这些建设上面 要能够注意的点 是就是有需求然后提出建设 重要的是要永续发展这件事 那当然地方的需求大 不知道市府有没有听到 我们来看看一方一座 他在议会上要求这个 旗堵区最缺的这个地下停车场 基隆市议员曾一方在总咨询时指出 旧的开源立体停车场即将要拆除 未来会做什么用途呢 市长谢国良大讯士表示 拆除后短期内可以规划作为 机车停车场 我们原来的是机械式的立体停车场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久了嘛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用了 那我觉得如果把它拆除之后呢 我们这个短期内 应该是可以考虑做一些 机车的停车用地 那长期来看 我们可能还是要做一些 这个适当的规划 那不知道议员有没有 对于那个地方 其实您比较熟了 不知道你觉得开源要怎么安排 曾一方希望市政府 未来可以在这里 规划新建国民运动中心 或是多功能风雨运动球场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地下停车场 就是除了停车的问题之外 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室内运动场馆 或者是风雨运动场馆 那目前市长所做的室内儿童乐园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过对于更年龄层的市民朋友来说 都是需要有良好的运动空间 很可惜本市只有性恶的势力体育馆 还有我们的施球路的国民运动中心 可以提供给民众使用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开源路 立体停车场的空间 其实这个空间说大不大 那说小也不小 那如果要容纳我们两个篮球场的空间 我相信应该是还可以的 但是未来如果要开辟的话 我是建议可以披建地下停车场 提供给民众付费来做使用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是认为七路区很少有室内的停车场 所以这部分提供给我们建议 那本期建议此处国民运动中心 或者是多功能风雨运动球场的方向来做规划 一定要把地下停车场的空间规划在里面 避免造成像七路国小那样 因为当时的时空背景不同 所以市政府在做校舍改建的时候 没有先见知名 也没有把地方的发展考虑进去 所以现在就导致七路国小没有地下停车场 民众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就导致很多围停的现象 就是要解决这些没有地方停车这个问题 所以要活化开源立体停车场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方 对 因为开源立体停车场 它在今年度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动工 来做整个拆除的动作 那但是一方在咨询的时候 有问到市政府说 这个开源立体停车场 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使用 目前市政府的回答是 目前还没有做规划 所以一方这边有给几个建议 因为目前我们七土区这边的室内的停车场 其实是空间非常的不足 然后不管是室外或者是室内都是一样的 那当时七土国小在校舍在做整体改建的时候 他没有把我们的地下停车场规划进去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像崇治街或者是明德一路 七土国小周围附近的停车乱象非常的严重 所以已经错失了这一次的机会 下一次就是我们开源立体停车场要在做整体改建的时候 这部分就希望市政府可以把那个地下停车场把它纳入进去 那至于这空间我们要怎么做利用呢 那因为我们先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儿童游戏场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18岁以下我们其实有分龄啊 0到2岁2到6岁6到12岁跟12岁以上 有分婴幼儿儿儿童跟我们青少年 这不同分龄他们不同有不同玩的一些设施 所以也建议市政府可以未来可以在这个空间 来规划不同分龄的一些游乐场或游戏场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室内像风雨球场可以打球的空间啊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以增加我们民众 在利用我们市政府给的一些资源的时候 是有更合适的地方可以来做活用 是就是要好好规划这件事情 这样才能够确保所有的资源都能用在我们的人民身上 那要带大家来看一样是我们的交投硬体缺失 就是我们的等车等公车的地面波非常的破碎 让议长似乎也快跌倒了一块来看看 来到中正路后车亭一旁人行道老旧磁砖破损不堪 要走路都很困难 太多了而且太窄也不好走 不只人行道宽度不到一米走在上面满满树根和坑洞 让民众宁愿走在车道上相当危险 可是这样的一个后车亭呢 不管是公车处这边所负责的公车亭的一个高低落差问题 甚至是人行道公务处负责的 人行道的一个路面不平的问题 然后旁边还有影响到路数 路数生长后然后导致它路面不平的问题 有三个界面问题的落差 导致民众在这里后车时是相当的危险 人行道与路面高低差就有25公分 从议长通知委邀及公共处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过程中议长通知委也被突起的地砖半岛 路实在太糟糕 更何况如果是下雨天 你还拿着山拿着包包拿着书包 或是拿着菜篮或是老人家拿拐杖 这要怎么走 因为的确这个部分配合人行道的空间 我们有改善的空间那我们就来做 经过现场会刊 政府独发处将把盘坑错节影响弦的路数移走 公务处会重新铺设人行道 公车处将把后车亭和人行道的高低差平整 这真的就是人民很有感的地方 这样的不平路不知道后来改善了没有 我们要请教瑞此一座 这样的一个公车亭 当初会办理会看是因为它跟公车处有关 也跟公务处有关 所以它有很多界面要调整 需要多局处的一个合作 那也很感谢各局处的配合 那这样的一个公车亭它已经整治完毕 把所有的界面都做一个平整 那树的盘跟错节这个也做移除 那整个界面人行道现在是非常的完整 能够提供民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后车空间 是真的可以看到这样的空间 让民众走的安全 这才是让民众很有感的事情 那另外要来请教我们的一方一座 就是其实六堵车站到百福社区火车站 其实这一段路说长不长 但是很多民众都会使用这样两个地方的区域块 那是不是有缺少什么样的接驳 是六堵社区它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点 它的前面是七堵火车站 后面是百福火车站 一个是南下一个是北上 那通常六堵社区他们要到外面的话 他们最方便的就是自行的开车和起车 但是其实有很多上班族 他是必须要坐火车 从百福火车站坐火车去台北上班 或台北读书的 那这部分他们其实是没有 接驳车可以或者是市工车可以坐到百福火车站 那目前只有R82的某几班车 它是固定的时间可以坐到百福火车站 但是这其实是没有办法附和六堵社区 六堵居民的一些通勤跟需求的问题 所以一方在议会的时候也建议我们公车处 这边是不是要严拟一下 说我们六堵社区这边的居民要到百福车站来搭火车的时候 如果未成年的18岁的孩子要坐车怎么办 那一定要有市公车啊 那我们百福社区的环状公车就是那个705号 百福火车站到百福社区 这个公车只有百福社区的居民可以享用到这样的福利 那六堵社区呢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是一等二等的公民 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我们市政府这边来研议一下 我们六堵社区的居民如何到百福火车站 来顺利的搭火车去上班跟上课 是真的就是通勤民众的需求 希望市府可以听得到 因为很多民众都跟我们的一方一座来反映这件事情 虽然短短的一条路 但是有这样的需求 我就希望可以来为民服务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的新丰街 新丰街162项实施的管控 但是却又塞爆了 这到底是该怎么来解决呢 你快来看看 三叉路口 绿灯亮起 车辆纷纷左右转十多秒时间 车辆才过几台 怎么就变成红灯 上班尖峰时间 七七车都塞在这个路口 类似情况 每天上演 让居民很苦恼 社区本来期待是能够顺利的出去 可是没想到 事半的第一天就已经发生 住户上班迟到 走不了 因为他给的秒数太短 所以呢 一般出车只能出车两辆到三辆 是严重的 而且这个 这边60秒 这边只有10秒 完全是不合理的秒数规划 红灯的时候 所有车子都是排到这边去的 对对对 然后变成说 我们这边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边绿灯的话 没有办法往下转 也没有办法往上转 是因为车子都在横向这边 中正区新丰街 有2万户住户 是全国社区最密集的地方 新丰街16巷里面 又有大型社区 之前都是闪黄灯 尖锋时段几乎塞车 11月开始进行移控管制 才四半两天 紧急喊停 车流回堵问题更严重 红绿灯的架设来讲 162巷的孔太近了 跟主干线太近了 所以导致说 车辆的话 你怎么控管的话 都没有办法全身而过 那所以在这个区块来讲 那个红绿灯的整个管制上 又整条线的120秒的管制 跟他出行的管制上不是单一 他有四个红绿灯的管制 之前就是本来就有小塞车 但是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又换这个 就是再加这个浩子灯 反而又更塞了 因为本来要实施一个月 就实施第二天 民众都又反映了 反映说又更塞了这样 新峰街的162巷 还有包括新峰街的河峰街口 因为它的那个谁 它的重生太短 所以说哪怕 刚刚我们的主委提到 就是说哪怕是16巷口 这边有网状线的话 哪怕它就是有进空的话 事实上的话都没有办法消化 162巷早上左转 要到那个谁 要到市区的这些车辆 所以说我个人经过两天的勘查 我个人是希望就是说 暂时先回复原状 新的措施事办两天 就紧急喊停 市场府交通处 驱公所 里办公事 和市议员都到场 研商新的方案 像我们新峰街这边的住户 非常的多 尤其主干道跟支县道 要穿越马路的时候 有行车的问题 也有行人的问题 但车流是一直一直 不断的在做变化的 尤其是早晨上班的时间 导致车流回堵的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162巷口 进行号制灯号的管制后 因为它的除车空间不足 只能停三台 所以导致车流回堵 那今天办理这会刊 是希望能够在短期之间 先把这号制灯号管制 先做取消 但长期来看呢 整个新峰街号制灯号 应该透过智慧型的 号制灯号管制 来进行AI的一个评估 评估即时的车流 来设定号制灯号 跟绿灯通行的时间 来避免塞车 跟车流回堵的一个问题 162巷的居民可能是 针对说它想往发落者方向 逝去的可能出不来 所以我们尝试的利用 号制来做管控 那这几天的试办之后 发现其实 因为整个道路真的狭小 除车空间有限 其实对162巷的居民进出 其实透过号制 反而它更出不来 也影响到整个新峰街的主车流 所以我们会 所以今天的结论会先暂时 把这个号制管制先做取一下 然后长期来看 我们目前也去争取了 相关营建署的相关的经费 希望来做新峰街整个 争取的改善规划 那我想等到营建署路口 相关的核定计划核定的话 我们会再积极地来处理 相关新峰街的交通改善事 真的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很塞 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刻 每次有时候要过去那里 我就会心里想 现在是什么时间啊 如果过去的话会不会塞住啊 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我妈请教我们的瑞茨一座 后来怎么办呢 其实新峰街它的住户真的非常的多 高达就是2万多名以上的居民 那其实整个新峰街 它其实一直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它的道路幅就不够宽 但是车流又非常的大 但是每一个路口 它不管是行川线 还是号制登号的设置 它其实都没有做好全面性的评估 以至于大多的车流都会塞在新峰街上 除此之外 162项也好 或其他的303项也好 巷弄内出来的居民 也总是要在进入新峰街的时候 就会塞住 所以我的建议是希望整个新峰街 它要做整体的规划 但不单单只是号制登号而已 它甚至是要导入智慧型的 号制登号的系统 去做一个动态车流的一个侦测 这样才能有效的疏通 巷弄里出来的车子 那因为车子跟人潮 它其实就是不断不断的一个在变化 所以固定式的一个描述 其实它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塞车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 一个行川线的一个设置 也需要规划的 因为现在的状况 是新峰街有的会争取 我的社区门口 它要设置行川线 大家没有顾虑到整个新峰街 它应该要怎么评估 那除此之外 除了号制登号 行川线之外 还有就是僻件连外的一个道路 才能有效的疏导我们的车流 因为它车流就是这么大 那过去有提到303项 又或者是333项 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因为它会经过社区 那像几个经过社区的状态 就会有居民反应说 那为什么要把车流都导到我们社区里面 可能会导致社区里面的噪音 甚至更多的车 其实我觉得它路线上是可以再做调整跟修正的 所以这是可以继续再去做评估 而不是就这样放着 那甚至说也可以在新峰街还有一个162项 它这一条的如果能够僻件的话 其实它就不会导到任何一个社区 去影响所有的居民的一个安静 那市府这边是说明 它对于162项的一个评估 说导到一个深溪路上后 深溪路上还是会塞住 但其实是没有去注意到深溪路上它的一个车道 它其实本来就是两条 但是因为路边有停车阁 所以它就等于是本来是两条 那因为道路缩减 然后开放路边停车阁以后 就等于是大家要往左车靠 然后之后又没有停车阁以后又变成两条 然后之后再往左车 又有在设停车阁再往左车靠 所以就整个路线上没有做停车阁的一个 好好的一个规划 才会导致深溪路上也跟着塞车 所以我觉得交通的拥塞问题 它的整体性的一个考量评估 都是需要去做准备的 不能就是说想到哪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没有停车阁 好我就划路边停车阁 我现在号置灯号就是管制塞车 那我就取消号置灯号 或者是我就进行号置灯号的一个管制 那或者是说我这边社区民众有很多要过马路 那我就去来设置行穿线 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是觉得 是否应该要整体性的一个讨论跟评估 但我发现现在的一个状况是很容易有 我反应了然后就去失作的一个状况 像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在中正路跟风冷街 还有翔风街的一个交叉路口 进行了一个回看 中正路沿线再继续往和平岛的一个方向 它的曲线是这样子 然后风冷街是这样 但是风冷街因为它是逆向的关系 所以这边有标志清楚的禁止右转 可是还是有很多观光客 因为中正路是要往就是和平岛 彩色屋朝近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 所以这边常常会有外来客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不小心右转 风冷街或降风街 然后导致逆向非常的危险 那我希望在这个中正路上能够清楚的标示 就是你就只能往的中正路上继续往左弯 那就在路面上可能就要做一些指向线 或是更清楚的标示 所以我就进行了会看 四月份的时候交通处他们会看完 就觉得没错 因为禁止右转跟往左转的这个方向的曲线 它的这个弧度是一样的 但是这弧度一样的时候 当时会看完它是决定 对我们要把它标示成就是在这边 这个路口可能要打一个左转的方向灯 因为真的幅度有点大 结果这个指向线画上去 它就是一个左弯左转的一个指向线 画上去以后 如果民众要经过这路口 没有打左转灯的时候就会被开罚单 结果就有民众拿着罚单向议员去澄清说 这根本就是罚单的陷阱 怎么可以就是在这个路口 要打一个左转灯呢 以前就不用 然后交通处在三个月 在这个四月画完后 八月就立即把这个 就是左弯的一个指向线涂掉 然后就跟我说明说 因为这条路是曲线型直行 所以它不能画上这个左弯的一个指向线 那我就当场很疑惑 曲线型直行是什么样的一个新名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怎么可以四月自己决定 因为议员是建议 建议他们针对这个路口 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标志 那你也认同了画了一个左弯以后 那因为民众的一张罚单检举 你又把自己的一个结论 会议结论推翻 然后把它吐销 那到底依据在哪里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整个基勇市交通会如此混乱 所以缺乏了整体性的评估之外 自己下的决定后 既然可以在三个月后推翻 还新创了一个名词叫曲线型执行 可是它的角度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往右的封人街叫做禁止右转 那是不是以后民众只要拿着红单 就说我这里闯红灯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不能设置号制灯号 你就要凭借着这红单 然后就把这号制灯号取消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市府要严格去审视的一个问题 是真的就是要整体评估了 才不会有很多后续奇怪的事件 发生到民众不知所措 那同样我们来看看歧赌区 七堵区其实在上下班尖峰的时候 要上高速公路这件事情 大家都心有余悸 因为都会塞住 看来看看开会的几个办法 为了疏解中山高速公路 北上七堵路段下班尖峰十段的车流 吉隆市政府交通处将提案给中央 你在七堵段大华系统交流道 或是五堵交流道增设一条北上匝道 出口处则是在俊贤路七贤桥 现有六二快速道路匝道旁边 或是百福社区实践路百福公园一带 并且召开唯一一次地方说明会 亲自出席的七堵区 三位市议员张耿辉 曾一方以及副议长杨秀玉的看法各有不同 市议员曾一方则认为 在俊贤路七贤桥设置北上匝道这个方案比较好 北上要回来我们的家里的时候 马林科三个岭还有我们附近的永平永安 路名以及我们巴德还有我们志强跟那个派埃六堵 我们出口的方向 那他们就可以减少到他们下 他们随便在那边下来 他们减少这段路程 根据市政府交通处的规划 如果北上扎道设置在俊贤路七贤桥这个方案 预估扎道长度700公尺 施工经费总共13.32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10.5分钟旅行时间 如果北上扎道设置在百福社区实践路 预估扎道长度380公尺 施工方案和经费有两种 分别是7.57亿元以及9.61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7分钟旅行时间 我一块来关心一下这个北上扎道出口 其实有三种方案 我要请教我们的一方一作 后来是争取是百福那里吗 往七堵的方向下 对 因为现在其实百福社区那边的人口越来越多 非常多的建案一直新建种 所以百福社区的人口变多的时候 如果增设开口是在百福社区 那就全部都塞在百福社区了 现在因为在下班的尖峰时间 大家都往五堵下 连七堵的居民不管是住在七堵市区 永平永安或者是泰安六堵或者是长兴那边的居民 他们也都是下百福比较多 那你下百福的时候从五堵交流道的时候 他就开始一直回塞回塞回塞 然后就表 整个高速公路都是塞车 然后到又有连结车又有户柜车全部都堵住 那边的五堵交流道的出口其实非常的小 他就一线道两线道这样子出去 然后又要走千祥桥 然后又要走我们的堵南街 所以整个大塞车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建议说 我们把七堵的住在七堵以俊贤桥颇一半的话 七堵跟六堵那边的居民 其实可以下在我们的七堵的交流道 因为他总共有三个方案 那两个方案是下在水样那边 一个方案是下在七堵 他那个方案就是 由俊贤桥那边有一条往六二的那个方向 他从那边开口出来下去 他就可以六堵的居民可以顺利的回家 七堵的居民也可以顺利的回家 不用花时间再耗到百辐社去 那因为未来我们 现在我们社会住宅也正在兴建中 所以社会住宅那边也会多了 非常多的一些居民跟民众 他有通勤的问题 这时候也可以舒缓他们 加速他们回家的那个时间 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吉利的建议 所以未来如果要增设开口交流道的话 就希望能够设在我们七堵区郡贤桥旁边 因为后面有捷运站 我们七堵站那边也是一个大站 就在我们吉隆的对面 就在永安的那个篮球场那边 对 停车场那里 所以未来这边七堵是一个 非常发展的一个地方 是 真的就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 赶快解决这个民众很有感的这个塞车问题 希望能够流出时间 好好跟家人相处 是 把握这个上班 减少这个上班的交通时间 那一个样我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监督市政这一块 营养师其实在学校的评比 全台湾其实都差不多 不过呢 在基隆地区 因为频频有这个 营养午餐的事件发生 一块来看看我们在议会上 我们的瑞慈益做质询的内容 刚刚处长说 没有办法代替卫生局回答 深美国小的营养午餐事件 请问校园营养午餐的监督 之责只在卫生局吗 是在我们学校的 卫生管理人员跟营养师 全基隆目前41间国小 只有11个国小的营养师 只占26% 17个国中 3个国中有营养师 只占17% 13个高中 只有1个高中有营养师 一共有56间学校没有营养师 请问没有营养师的学校 卫生管理 营养教育替代方案是什么 有卫生管理人员可以监督吗 还是营养秘书 请问营养秘书 可以代替营养师 开立符合营养基准的菜单吗 还是他可以进行饮食卫生的督导 还是他可以进行膳食安全的一个管理 到底是由营养秘书来负责 还是学校的老师来轮流 还是主任 还是厨工 处长你刚刚也认同了 食物的自备从验收 清洗 切割 配膳 这些每一个环节都很容易出现食安问题 如果厨房没有卫生管理人员进行监督 请问下是让厨工自生自灭吗 那厨师的安全教育呢 食品卫生安全教育呢 是谁来负责 如果由团散公司来供应 请问签订合约的标准在哪里 签订这些合约都是未来我们审查的细项 验收的细项 这些审查的知道不要的细项 是用来监督的 都没有订定出来 未来是要如何要求 这些会后 请处长提供完整的书面检讨报告给我 谢谢 营养师的问题 营养师我们希望 我们目前是有符合这个法令规定 学校班级数达40班以上 就要配置一名营养师 学校公餐班级数达40班以上 也要配置一名营养师 学校如果加入偏向的央厨计划 只要配置营养师 关切的 就是说 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 午餐处理的所有的过程 所有的程序 我们都应该要很严谨 这点我们是会遵照来办理 那请容我会后再提供给您所需要的 详细的这些报告 因为这个报告有出来吗 我们要请教瑞慈一座 非常开心 我们的基隆市定出了 营养午餐的一个自制条例 其中有几项条例甚至是 又于我们中央 刚刚谈到的营养师的一个 配置跟涵盖率的一个问题 其实全台补片都是偏低的 那基隆只有21% 也就是说多数 刚处长也有提到的 其实符合中央法规规定 40班以上的一个学校 他才需要配置营养师 但是营养师他其实不单单 只是要负责食品卫生安全的一个管理 甚至是营养教育 所以多数没有营养师的一个学校 他的营养教育大多可能是由教师 或者甚至是校护来负责 那包含厨工跟厨房的监督也是 都用营养秘书来代替 我想民众如果说在选择 有可能生病的状态的时候 要看医生绝对不会选择 遗食迷俗 所以这样的一个 没有办法由专职的人来负责 卫生管理的一个校园营养午餐 当然就很容易频频的出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营养午餐自制条例 定定后其中包含了几项 就是午餐 因为毕竟有很多学校 他是没有中央厨房的 那午餐委外的一个办理的 供应作业原则 都已经在自制条例当中 订定出来 那还有营养教育的一个学习课程 也明定在我们的自制条例里面 那再来甚至针对刚刚讲的 每一个学校他40班以上的 如果是低于40班以下的学校 他也必须跨校联合聘请营养师 来进行饮食卫生安全的一个监督 还有营养教育的一个执行 来统筹我们营养午餐的一个监督问题 那也可以落实我们的自制条例的 相关执行的一个办法 因为其实营养师他是议事人员 那依照我们营养师法的第13条规定 营养师的业务必须由营养师亲自来执行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落实 学校卫生法跟营养师法 来进行校园午餐的一个管理 所以当然就真的很容易出现 食案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个自制条例当中呢 也增加修订了成立专户 来进行经费的一个管理 来避免说这个委外啊 或者是说校园营养午餐的 相关食材的经费的运用上 可能会出到状况 那还有午餐食材的一个登陆机制之外 食材的抽验结果 也必须公告在官网上 让民众都能够清楚的知道 我们学童的一个饮食 卫生安全的状况到底为何 是真的就面面俱到 在这一次的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的市议会议员们 我们的瑞茨一座 他就是进行到了市政监督 把这些流程都规划好了 有依据了 那小朋友就可以吃得更安全了 我们只好一座 其实刚才我们处长他说 40班以上要配置一个营养师 其实这一次最新的发生的问题的 就是民传国中 民传国中就是一个40班以上的学校 民传国中就没有营养师 他刚刚说40班以上 他没有设置 但是民传国中就没有 民传国中的营养师是谁呢 是信义国小的营养师 信义国小跟民传国中 刚好都是基隆的大小 所以信义国小也一样有超过40班以上 所以信义国小也有一个自己的营养师 民传国中原本也有一个自己的营养师 结果后来因为教育处这边要求调度 把民传的营养师调回到处里面去 去进行别的业务 所以民传国中变得没有营养师 就民传国中的营养师的工作 就由信义国小的营养师来兼任 可是问题是40班以上要一个营养师 结果现在是两个40班以上的学校 要共用一个营养师 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营养师 一个礼拜里面有一些日子在信义国小 有一些日子在民传国中 那他不在的时候 营养师所该做的事情 他所该负责的项目 其实都没有人管 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人很忧心 也因此我们看到民传国中发生事情的时候 说真的要意外也有点不意外 因为你本来人力配置就出了这么大的这个问题 那自然你自然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其实这相关的业务 我觉得市政府不能只是口头说说 在议会里面随口讲讲 实际上的状况就是跟他现场 在议会里面报告的已经有出路了 好 那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的义座们 再继续监督我们的市政 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 都可以拾得安全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七堵区 有这个消息传出明年9月份 要开办机用的U-Bike 但是恐怕又有些改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一方义座 对 因为U-Bike 的部分 本习在很上任的时候 就一直很积极的在推动 那因为前阵子有听到市府有公布一些资讯 就是说明年大概9月的时候 会在我们金融市的中正区 来做一些公共自行车的那个系统的建制 那其实当初在议会的时候也有提到 因为在汐止他们有很多居民都会来到我们 不管是七堵或者是 就是那个庙口来做一些游玩跟那个玩乐 吃喝玩乐嘛 那他们就会走我们的那个乌渡 就随道那边过来 那我们现在就是有道无车 有路没有办法还车的这种窘境 所以那时候是建议市府说 是不是可以先事办 说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社区开始做起 从百福火车站沿路我们走那个火车站的沿线 百福火车站七度火车站八度火车站 是当下也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上班族的上班需求 因为其实百福火车站的那个停车空间是不足的 所以像常常都会有一些机车乱停的现象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把公共运输做好 我们有公共自行车可以使用 还有公车的建制配套做好 其实在停机车的需求就会相对的减少 我们可以把这些停车位留给相对住的比较远的居民 像山区的居民他们就有办法来使用这些停车空间 那U-PAC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像新北的话它金山万里这种沿线的海边都已经有了 为什么我们基隆离汐止那么近只有2.6公里距离还车点 最近的还车点只有2.6公里我们却没有 所以他们常常都会骑脚踏车来到基隆 本来想说还个车可以去妙狗吃这个东西 但是他找不到还车点 所以他就只好默默的摸着鼻子再起回去 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我们 留在我们基隆来做游玩的这个动作 所以这部分要再请我们市政府这边再好好的评估 对于七堵区我们七堵区百福社区沿线 甚至到暖暖到基隆庙口 这边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建置我们的U-PAC的换车点 是这就是地方民众的需求 最主要还是可以发展我们的观光 那当然民众也有更好的这个休闲空间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市府 是不是变成了斜杠人才的实验场呢 你快来看看 金融市议员曾一芳以自己关心的 百福车站电梯更新进度为例 但优优是否承办人员异动频繁 恐怕会对地方建设推动造成影响 我们新接手的承办人员是否都对各自的领域 有一点点的专业 本席在服务民众与各科室的对谈中 就发现有几个业务相单繁重的承办人员 自身并没有相单的专业度在 甚至接手上任后才开始补专业知识以及学历 对于业务上的交流有没有影响 有 我相信不论是在回复上或者是时间上 通话次数上都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市议员洪生勇更以数据显示 市长上任后还不到一年 一二级主管异动就打227人次 其中在11月异动更有60人次 异动频繁将让公务人员心生恐惧 人事不稳定市政怎么会做得好 市政官 今天在这里面前面 今天是所有的专门人员 心没专门 心没专门 我率先也有做得好 别人做得好 但是没有照照 我不知道 我这个所在整个部门也不知道 我今天在闯我处 今天在校处 还有在组务处 人事如何不稳定 人事不稳定 你做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好 真的都做得不好 市委政哲质疑 许多调任与专业无关 强调市长需要的是极占力 不是人才赔利盈 我们是公署啦 不是私人公司啦 好不好 不是私人公司 就是说董事长跟市长是不一样的 董事长跟市长不一样的 董事长或许可以当皇帝 市长不是皇帝 是 了解 好不好 对啊 你要做这样的人事调动 你要做这些人事调动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有没有去思考过 它能不能够成为你的极占力 真的就是要极占力 不然很多民众就会反映说 这个行政效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请教知豪 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也有看法 其实过往来说 如果是一个地方换了首长的话 他最先要换的当然是 他当然希望能够组建一个自己的团队 那自己的团队你说一级的主管 比方说处长局长 或者是副处长副局长 你要这样子做这样更换 其实我觉得也都是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像是当年林佑昌市长上任的时候 他甚至是 他几乎动得很少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只带了几个 这个比方说都发文化 他只带了只动了几个 剩下一般来说 几乎都是 让专业的领域继续 继续领导他们的专业的事务业务 比方说你说像是教育 或者是交通 其实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得到说 他就是找在这个领域 耕耘非常久 非常资深的这些官僚 来带领我们相关的局处 交通的去管交通 教育的去管教育 都发的去管都发 谢市长的做法是 他不只把局长处长换掉 他不只把副处长副局长换掉 他连科长也换 而且换的非常的多 换的多少 刚才我们也听到 227人次 整个基隆市政府 几乎所有的科都在大风吹 而且他那个大风吹 并不是说 在同一个比方说交通处里面的 这个科换到另外一个科去 或者是教育他这个科换到那个科去 不是 他是直接把耕耘一辈子 这个领域耕耘一辈子 他可能一辈子 他的公务生涯 通通都在教育处 他突然 他20年之后突然被拔到了 被放到了社会处去 或者是在这个科处 然后送到另外一个科处去 因为科长也是新任 局长也是新任 这就是为什么 谢师傅一上任以来 很多的事情 感觉好像永远都跟不上拍 那就是因为 所有的人都还在这个学习曲线上 但是我们市政的推动 不能够在陪着你 跟着你在神才实验 学习曲线 在跟着你等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求好亲切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做得好 但是他不仅仅 没有办法针对这些事情做改善 他还硬要把能够把事情推好的人 能够把事情做好的人 把他换掉 那当然你当然你的这个士气 当然就没有办法高昂的起来 因为对于这些更云一辈子的人 在这个领域 在这些专业的领域 更云一辈子 他自己的专业的素养的人来说 看来一切都是白费的 看来我这么专业的表现 仍然被人家是用这种政治肃杀 这种追杀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这个改朝换代之后的这个政治的局势 但是这些人是公务员 他本来就应该是跟你所谓的政治的局势 应该是分开来的 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延续的 政府的建设也应该要是延续的 是真的的确 如果可以稳定到这个人事 其实对市政推动是最有帮助的 那最后呢我们要请三位一座 我们还有剩两分钟的时间 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说话 我们先请一方一座开始 谢谢我们那个观众朋友 那未来啊 一方一定会在持续的推动 我们一些幼儿的 还有儿童青少年的活动空间 因为这是属于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些的事物 因为分离会有意志 然后还有一些像他可以在里面游戏中思考 所以这都非常重要的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停车问题 这我会在持续的来追踪以及推动 还有各个学校要改建的时候 希望也可以辟我们的地下停车场 是就是在教育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交通的部分 一方一座会未来为民众来争取福利 好我们的瑞茨一座 瑞茨未来也会针对我们志用市的交通 以及长照的问题 甚至食安妇佑的相关问题呢 继续的为我们民众把关 也欢迎关注我的脸书 许瑞茨 许愿池 是就是要让基隆未来会更好 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志豪一座 一个城市的成长跟发展跟壮大 重点不是只是行政部门 有一个优异的表现 在我们监督的部门上面 也必须要有非常强力的监督以及把关 确保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好 我相信我们市民朋友也都有看到 过去这一两年来 我们大家的努力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建设性的批判 不只是批判也要辅助建设 能够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的方式 不是只有单方面的走 因为有的时候不小心走歪的走偏了 那要是没有人去把它拉回来的话 我们也是会不乐见看到这样的后果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来关心市政 就是让我们市政真正日上的唯一方法 是今天分享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倾听地方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带着大家一起来监督市政 让基隆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